欢迎继续收看要财财经台 新闻嘉宾也是Jason Jason你好 港股已经升得越来越多 升至293点 报23353点 国企指数升至178点 13099点 成交有146亿 期指升至284点 23354点 高水7点 成交有7000多张 再和大家看看内地 变幅不是太大 现在升至1点 报2959点 高位见过2968点 而护芯300指数升至4点 3261点 而深圳城指升至5点 报12682点 要和Jason说一下内银股 今天内银股在A股市场方面 亦有个不错的升幅 尤其是农行方面 在内地A股都升至0.76% 做2.76% 看见港股方面 农行亦有个不错的升幅 升至1.4% 4.19% 和先高位见过4.22% 昨天公布了业绩 全年多赚了46% 赚了949亿人民币 每股盈利都有3.3% 派末期息是5.4% 见到淨利息收入还升了33% 去到2421亿 问问Jason 我想大家一定预期农行没有赚得那么好 现在好过预期 股价也应声上来 业绩方面你如何分析一下 绝对比预期好多 因为基本上看上年上市的时候 文件只不过预期全年 全个2010年度 都只不过会多赚30% 但今次实际的数字 出到来是赚多了四成半 基本上这个数字 都比起之前那间公司的预期也好 又或者对比其他大行报告的预期也好 都还是要好的 几方面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方面就是看正式差方面 这四大国有银行公行 就未知今天才出业职 但如果和建行和中国银行比较 其实那个淨利差 或者淨利息的收入的增长 是以农行是最强劲的 特别是正式差方面 今次在全年方面 都是增长了30个点 去到2.5厘多 比起之前公布的建行 中行大概都只是2.3厘左右 都还是要高 那为什么它的正式差可以这么阔 那就是和大家可以说 就是说本身农行 它本身最主要做的那些业务 都是一些农村的生意 或者所接收的存款 大部分都只是一些叫活期的存款 或者本身那个年期方面是比较短的 那大家去银行 就是存钱的时候都知道 当你真的存钱的方式是用活期的 又或者是存那个年期是比较短的话 其实你所收到的利息相对来说是比较少的 那就是换个角度说 就是对于一间银行来说 当如果他们的客户的存钱 那个年期是越短的话 那他们的利息的成本就会是越低的 那所以比较这么多间的 就是内地的国有银行来计的话 就是以农行的存款结构的年期是最短的 那所以都变相带动到 就是农行方面的正息差方面 可以由所旷阔 那样特别就是去年的第四季方面 那只是第四季方面 那单一季都是增长了十个点之那么多的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看回其他的数据 那见到贷款的撥秘率等等 就是那些不良贷款率 其实这次都有一个改善的 其实农行上市一开始的时候 都被人有个担心 就去那个大部分的业务 或者大部分的贷款 都集中在一些三线城市 或者他的客户 都不是那么稳健的客户 所以都担心他究竟 一个不良贷款率 或者整体不良贷款的总额 会不会都还有一个很大的上升空间 但是看回近这几次的业绩 出道来的表现方面 都见到他的不良贷款率也好 或者贷款撥秘的覆盖率也好 都还是有改善的趋势 所以这两个因素 我未来都觉得农行是可以看好 但是农行你刚刚提过 虽然他的不良贷款率 是降了0.800个百分点 但是仍然是超过2% 去到2.03% 而较其他同业为高 而且看到他们的贷款准备额 准备金率是有3.4%高的 高于建行是2.52%的水平 这方面仍然是继续大家市场担心的东西 要看多几年的报告 看到他一直有持续下降的趋势 才可以将这件事完全撇除 不用担心 其实逐个说 如果你看看不良贷款率 他说到他上市的时候 是接近4%以上 他说到2010年全年来计 都是回落到2% 都是一个很明显的改善 至于你说的 贷款撥秘率 其实就不是越低越好 因为这个就是说他本身 能不能够符合监管当局的要求 当局方面 规定内地的银行 最低都起码要保持2.5% 所以如果你说中行 或者其他国内的银行方面 其实普遍都是不能够符合这个要求 普遍来说仍然是2.3% 但如果你说农康有3.3% 意味着在这方面的撥秘方面 反而是更好的 反而是更好的 所以我觉得这两个数据 今次出来我都觉得是满意的 好 不如看看整个内银股板块 今天是否继续有得升 建行升1.12% 在做7.22% 升8千 工商银行升1.1% 6.37% 升7千 中国银行升5千 4.3 而农业银行4.19% 升6千 升幅1.4% 而交通银行升0.85% 8.3% 升7千 而中商银行升1.63% 5.6%升9千 招商银行升0.7% 21.3% 民生银行升1% 是做7.2% 而从农行跌6千 5.26% 中商银行升得最多的股份 基本因素有没有改变呢 其实中商银行相对其他 我们刚刚说的农行 或之前出业的建行 中康来说 规模比较小一点 规模小就有小好 基本上就是它本身的定价能力 又或者本身借钱出去的时候 所和价价的能力方面 是比较高一点的 就是意味着 它在未来方面 正式差方面 擴阔的程度 有机会可能高 过其他一些国有的银行 和中商银行都见到 它本身之前的股价 一直都是比较落后一点的 所以近期来说 随着一些其他行 出到业绩方面 都出得不错的话 都自不然是令到市场都充劲 中商银行未来出的业绩 都一样是不会差 我相信是借这个机会 去炒上去先 好 不如说另外一只 就是中国平安2318 亦都是之前公布了业绩 它公布的业绩 都是符合大家市场预期的中位数 盈利有173.11亿人民币 按年升了24.7% 派负其息是4毫 全年的派息比率 都维持在23% 问一下Jason的意见 看到今天股价都升了2% 76.6% 这只股份又怎样看? 这只股份其实都挺不错的 虽然你见到 售险业务方面的收益方面 有所下降 但是我会觉得今次的下降 纯粹都是因为 上年A股的表现不太好 令到投资收入方面 是有些轻微的减少 另外一方面 始终都是一些 入涨方面的 方式改变了的关系 所以都令到某方面 准备金的开支方面 是增加了 但如果说撇除这些东西的话 其实受险的业务 不见得有多差 另外一方面 你见到平保在财险的业务方面 上年急剧上升了四点多倍 我相信这些数据 都比起之前出来的国售 都仍是很不少 而且新业务的价值增长 有三成以上 比起国售 一成二来说 仍是为高 所以如果国售和平保来计算 我始终都觉得平保的基本因素 比国售好 好 这一节时间差不多 一会和Jason 说到联通 去年盈利是38.51亿人民币 倒退接近60% 见到今天股价都跌了 跌了2.4% 是做12.78 跌了3.2 稍后再和Jason 说这些业绩 看看恒指 现在升至276点 23336点 国企指数升至169点 13,089点 稍后再谈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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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